以前我爸爸和舊老闆打工 都是做面的 舊老闆一直教我爸爸去做面 做了十多年之後 舊老闆就說他不做了 他就要把生意交給他的兒子去做 在中間這個過程 我爸爸他們就有個替機 就說不如我們自己出來做 舊老闆也支持他自己出來做 我們就在1995年 在快智機那邊就成立了 章技店家這個牌子 之後就是97金融空埔 生意其實是很惡做的 那段時間他們就馬上新增了一些東西 譬如我們之前沒有在超市買的 然後我們就去超市那裡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入到貨 到他們那裡 然後我們就開通了超市的那個程度 然後到後來 大概15、16年的時候 我就正式回到店裡做 回到店裡幫忙 我們就多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都會在國內會參展 我們在澳門會參展 我們在國內會參展 我們也都試過在香港那裡參展 那個反應都不錯 我們近幾年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 也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宣傳 去告訴別人 原來澳門是一間這樣的店 是在做一些比較健康的麵 希望可以供應給我們的市民去選購 以前小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做麵覺得很好玩 因為你看到它由麵粉去到 搓到一塊塊 一塊塊 再變成一塊麵出來 然後你再自己 有時候會吃完的時候 你會覺得 可以做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出來 到我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會覺得越來越不好玩 因為它佔用了我去玩的時間 所以你就會覺得不好玩 如果是計我的話 我大概六點多鐘 就會出來開始準備收拾貨 然後大概七點鐘 就會送貨 去給不同的餐廳 每天大概做 就是輕輕鬆鬆的 就三四百斤這樣 就輕輕鬆鬆地去做 有時候忙一點的 就會再做多一點 其實為什麼叫章記呢 其實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因為我爸爸吃章 以前老一輩的時候 就很喜歡什麼記物記 我們也會有 一些外國的朋友 會過來買麵 我們也有一些 譬如有些朋友 是去了外國讀書 他們的家長就會過來買些麵 一箱箱寄過去 給他們的子女去吃 他們的子女 他們也會把那些麵 分享給他們身邊的朋友 我們也有發展外國的市場 我們也有一些 我們現在正在用的一些產品 我們也有找人去幫我們做翻譯 翻譯做英文 有時候真的說 我們溝通不了的 我們可能就直接拿那些英文出來 沒有辦法讓他們直接去看那些東西 讓他們去了解我們的產品